第三部分从44条开始一直到末了 这一部分是坚身技巧的预备练习 一共可以分为四类 第一类是手指有力万步放松的练习 这个包括了44 47 48和45这四条 第二类是双三度的练习 第三类是八度的练习 第四类是颤音的练习 那么我们下面分别的来讲解一下 首先我们看见44条前面写着 高高的正确的抬起手指 不要抬起手和手腕来 前四小节练好后再练其余的部分 那么根据后面47 48的要求和弹法 我认为这个提示稍微有一点片面 手指有力 很有力的弹下去 这个力量应该是从胳膊 通过手腕一直传到钢琴上 而不是孤立的 我觉得这样练可能会有一些副作用 当然在特定的情况下需要练掌关节和手指的关系的时候可以这样用 但是一般的人可能不必要这样去练 可能还会带来手腕的紧张啊 手的不自然啊 因为大家可以看 后面的48双音 绝对不能这么去弹 是吧 一定是这么弹 手指弹下去以后 就像它上面写的 手指弹下去以后 手腕应该立即放松 那么这个单音也同样的 手指弹下去以后 手腕应该立即放松 这样呢 手指可以站得很牢 在慢的时候很有力 快了以后 手指是不离间的 这个力量一直是往下的 而手腕是很有弹性的 应该用注意这样的要领来练